新冠星神的幻灵人 小剧场星光新武器技能分析篇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话说这两天陆陆续续的在放各种新武器的视频里 对呀 开心嘛 开心什么呀 那你为什么上一期不一起放出来了 这不就是为了维持热度吗 俗称挤牙膏 挤牙膏还行 我们这个视频也要人做 而且我们新武器内容很多的 你要一次性丢出来的话 大家看不完 那么现在能看得完的有哪些呢 那么最新公布的有这个武器大剑 你最喜欢的 什么叫我最喜欢的 用得好哪个武器不是大剑 我们锤子党不是 我是说我这次的大剑改的非常的牛逼 是吧 这里就比如说我们新的技能 一丝呵成架势 什么鬼名字 你先别管这个名字 总之在使用的时候 可以让你产生一定时间的霸体效果 然后招式释放期间的遭到攻击判定成功 就会有奖励效果 可以直接跟真蓄力了 严格来说 它就是一个带奖励效果的招架动作 可以在蓄力前 蓄力中 甚至是在蓄力招式放出去的瞬间释放 就可以强行打断所有的蓄力招式 是的 而且一旦判定成功 你就可以跳过这一段 比如原本是113放这个真蓄力的话 你就可以变成 1加3 但是一定要驾招成功 是的 因为这是一个奖励效果 没成功会怎么样 没成功就没什么力 就没力 就被挨打了是吧 哪个武器判定失败不挨打 而且你们大剑这一招的判定时间 我感觉是要比间接这样长的 一旦成功之后 立即就可以跟后面的招式 但这个好像没有出真蓄力 对 因为它直接放了 直接放了就变成 架113了 对吧 也就是说要接三段的招式的话 上来第一段还得先从蓄力开始 有点麻烦 哪里麻烦了 这个招式可以在蓄力的任何一个阶段 直接打断的 可能说起来有点复杂 但实际操作起来 就是像一个盾斧 疾病之后跟超姐一样 而且大剑都不用蓄什么瓶子什么的 懂了懂了 以后这个武器就叫大太刀 大太刀还行 我们制作团队严格来说 还是希望大家不要过分依赖某个招式 省得以后被削的时候骂结是吧 是的 我的意思是说 你们可以用这次的迅速切换技能 比如狩猎刀粉一个过去 直接变成一丝呵成架势是吧 对 一口气消耗三个响虫 打中了还不一定接得上 打不中就纯粹是来搞笑 那你可以接这个不消耗响虫的技能吗 比如说死者这个新招式流斩连断 这个什么新招式了 连续打出三项 是的 而且还可以变招 每一下的威力都会更加的提升 还可以跟回旋斩 再上撩 是的 这一级上撩机晕值很高 等等 怎么突然间就可以跟三段的招式了 以后是不是直接就连斩 可以加争取力了 这个我不能说太多 这个自己的游戏就是 如果行的话确实有点牛逼 不过话说切换天赋之后 连招会不会被打断 这肯定是要被打断的了 我看出来了还得重新放脸招 要不是怪还愣在那边感觉要被打 不过实话跟你说 这个大剑这次改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强 你到时候用了就知道了 行吗 还有别的武器吗 好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给你讲一下这个片手剑 好的来了 单手大剑这次强化了什么呢 这次强化的不多 加了一个叫剑要的新技能 这不是叉叉里面本来就有的技能吗 是的 因为我们觉得这个片手剑需要有更高的打硬质能力 从而更好地使用Jesterrush是吧 原本刀刀已经跟大剑差不多威力了 现在还有更高的硬质能力 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简单朴实的拔斧技能而已 但你不得不承认这是个十世纪的强化 我们这个就是设计给新手的 这个新手不是用片手剑不太上手吗 对 然后大佬们重击剑要一开 Jesterrush打的飞起 再次成功拉开了高手去新手之间的距离 新手朋友们也可以练呀 没装备不想练没心情可以吗 我只想简单粗暴可以吗 可以 咱们不可以 我们这个14把武器总归有一把适合你 而且针对属性党跟状态党之次 我们还加了一个叫新双连剑几连击 双连剑连击 不好意思刚才这咬到舌头了 这个双剑连击替化原本的剑断连击 又有更高的属性值状态值的加成 所以以此你可以看出 我们还是希望这个单手剑党能够多多使用这种状态攻击 说的好像J20没有属性加成状态攻击一样了 除非你这个双剑连击攻击力也不低 否则我跟你讲 还是一个个在老老师用Jesterrush 骗手剑就根本没有什么简单粗暴的说法 那你一定要简单粗暴的话 我推荐你用这次的斩鸡斧 好了白本之子来了 不不不正明你想得这么夸张 哦那这次加的什么呢 加了个重击叫属性填充反击 哎呦我去看上去好暴力 其实还行 爆炸的那一下要是打装的话 就是直接会给斩鸡斧把充能充满 牛逼然后直接上头是吧 好嘞有了这招谁还老老是一刀一刀去看 对啊就在真正意义上 做到拉近高手跟新手之间的距离 可以说是本世纪最良心的一个招式了 确实的而且好像在释放的瞬间是无敌的吧 关于这个嘛确实是无敌的 但是呢好了这下 但是你听我说啊 真的没有强到这个影响平衡 就一个霸体加一个充能充满 后面就只能靠玩家自己了 嗯靠玩家自己随便按两下就可以了是吧 这个其实没有你想的这么简单的啊 你一个技能之后就可以直接跟上头解放了 还有什么好说的呀 但是你想这种连续的攻击肯定很消耗刃呀 消耗刃呢配个利刃不就完了吗 我就不相信这一套能打完 你看飞起来哎呦下来还放个小龙 哎呦喂再换技能是吧 是的可以换个技能 我感觉没必要的呀 下来继续再上头就可以吗 真的简单粗暴的不要不要的 但是这个压缩解放终结这个其实很多玩家都很喜欢用啊 哦我是从来不用谢谢 麻烦下次把我们大技能改的相对简单粗暴一点可以吗 这个不要再改什么疾皮技能了可以吗 好吧但是我跟你讲这还不是最简单无脑的武器 这次最简单无脑的武器是这个重弩啊 哦原来这游戏里边还有重弩这个武器啊 天呐自从完了这个崛起之后我就忘记这个东西了 嗨我跟你说这次这个重弩可强了啊 首先是我们这次新加的铁虫司机铁虫原丝盾释放的时候呢 在玩家前面生成一个圆圈 所有在连续命中弹药呢 在进过这个圆圈之后打到怪身上呢会增加命中次数 懂的通常弹时事级削弱 哎这年头谁还用通常弹打怪啊 最重要的是呢我们这次把这个敦射加回来了 哦敦伏射击啊那就是勇气重弩的那个敦射了 哦越大越快越大越快越大越快 哦所以之前怎么就没想到家呢 是啊这个经过上一次崛起的这个检讨之后呢 我们确实发现这个重弩呢缺少爆发的手段 所以这次新加的这两个新的技能呢 都是为了方便这个重弩爆发 再放了这个铁虫原丝之后呢 再用这个敦射啊这个贯冲弹的话 就会打的非常非常多的连击 结果还是打不过轻弩一个啊 哈哈不会啦绝对不会啦啊 这个我向所有轻弩咱们保证啊 这次这个重弩肯定能追上轻弩 哈哈本来重弩就挺容易猝死的了 哦对就是伤害不够就想想虫棍 虫棍这个伤害一直都不怎么高的 这个对啊我看他们也没什么闹屁气嘛 天呐所以说这次重弩更低了是吗 没有啊就像上次这个大家都反映这个 虫子的伤害不够高 那么这次我们加了个新技能叫绝虫机 使用的时候呢会丢出一个大伤害的猎虫 懂了宝宝可以宝宝你行的 并且根据你获得的强化镜网呢提高伤害 最后呢将玩家一下扯过去 哦原来是个快速接近剂 不仅快速接近在打中的时候呢还可以点灯 那么这么一来呢玩家朋友们就不用再使用 非常尴尬的猎虫回归直接用绝虫机就可以了 哦你也知道这个猎虫回归很尴尬 然后原本的跳跃突进展呢 现在有个新的招式叫操虫展 哦这个操虫展怎么样 操虫展呢同样呢也可以回收精华 但是如果到玩家头上呢已经点亮红灯的情况下了 操虫展呢会造成一剧这个强化虫穿刺 反正这两个技能就是又有伤害又能点灯是吧 是的可以说大幅度的提高了这个操虫梦玩家的这个续航 我个人认为呢正是史诗级的良心强化 哦那么这么在天上这么危险的情况下呢 那么加个霸体不行吗 不行 那凭什么斩鸡斧就有这么多霸体呢 斩鸡斧呢是因为以前这个待遇不是很好呢 所以说呢崛起里面先补偿一下 哦而且这次操虫过你好好玩的话 我感觉这个伤害呢还是能打得不错的 哦哎我跟你说真的好烦啊 我自己锤子这次什么都没有强化 我都没说什么 你每次都这么说 结果锤子每次都挺厉害的 这次真没什么就加了个这个冲击爆裂 哦让我看一定时间内在蓄力攻击时会发生追击 并且容易让怪物逮去 哎是不是了没什么东西了 就是放完这一招之后呢 再放这个蓄力系的武器的攻击的时候呢 就会再多那么一下 哦这个跳的4545就是多的一下 是的呀其实没什么 冲击量就是个buff技能 那你告诉我为什么你这个buff技能能打出这么多31呢 而且守力底也有个差不多动作吧 你直接抄这样动作真的可以吗 哎呀你不知道这个守力底 它应该叫这个长柄锤你知道吗 这个我们是一家人 哦一家人面子都不要直接抄 抄个招式动作不算啊 还会发生追击 还会让怪物更加容易短缺 不是我们是觉得这个我们的锤子的蓄力技能呢 不这么好用啊 所以说呢这个稍微强化一下 伤害都直接超1.5倍了 这叫稍微强化一下 这呢我们平时这个旋转攻击威力真的不怎么打 那现在呢我们就又加了一个旋转攻击叫蓄力 嗯有什么区别吗 区别呢就在于啊 它这个在蓄完力之后呢 还有第二段的这个蓄力 期间呢会有一个后撤步 然后呢再是一个三段的蓄力 就是两个三级蓄力拼在一起 是的而且好处是呢 第一个三级蓄力呢不用蓄满 再打出了最后一下之后呢 直接会进入一个三级蓄力的状态 之后你想放什么招式都可以 简单说就是锤子更加的灵活了 但是我们这种招式也没有什么霸体啊 对不对 但是用的好就非常的牛逼 什么武器用的好 这个都牛逼的啊 嗯对 但就是牛逼的强度大家都不太一样啊 乔宜这话说的 这个我都是一视同仁的 哦那麻烦看看这手里底什么样子啊 那么确实呢 这个我们锤子党呢 这个超人家一些东西对吧 那么我们这次还给他们一个啊 铁虫丝想打 释放之后呢 同样呢在一定时间内呢 所有的攻击都会产生追击 哦就这上撩的一下 但是你们锤子是 抄了7下 而且还更容易发生胆怯 但是我们只有蓄力攻击会产生追击啊 手里底的所有攻击都会产生追击啊 而且现在这个版本 手里底已经不缺伤害了 我们给他们换了新的招式呢 是一个移动的技能 可以边旋转呢 边向侧面移动 哦就像太刀的侧部战一样 是的这样呢 手里底在打的时候呢 这机动性就上升了 虽然只有一击伤害 但是你要搞到 这个之后所有的攻击呢 都会有这个追击伤害 就非常的可观了 嗯可以 反正一家子人都随便加强 对不对 对的没错 问就是一视同仁